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社会金融计划的负责人 那也是这个微型金融信贷网络的创办人 那去年在Cup 28 那我们也推动了气候变迁因应法 这是台湾政府要达到的净零转型目标 那也规定在这个法规里面 那为了达到2050的这个净零目标呢 行政院也颁布了12个这个关键策略 来达到2050净零目标 那其中两个呢 就是绿色金融以及公正转型 那在绿色金融的部分呢 目前金融产业的目标是注重在再生能源 以及绿色信贷 那这两个是台湾刻不容缓的议题 那今天呢 非常荣幸能够邀请到Craig Churchill先生 来跟我们谈谈这个重要的课题 来跟我们分享公正转型的这个概念 公正转型金融的概念 为金融业跟保险业的未来铺路 好 那我们就有请 谢谢您的介绍 大家午安 那如主持人所言啊 我的名字是Craig Churchill 那是国际劳工组织社会金融计划的负责人 那我目前呢是在日内网 ILO呢 它采用了一个这个三方架构 所以呢 有集结政府雇主以及劳工 那会员就是来自187个这个会员国 那我们的这个职责主要就是制定标准 跟劳动相关的标准 例如说同工或者是职业健康安全 那另外还有这个性别平等的劳动等等 那我们也看到还有最低薪资等等的议题 那这些都是ILO课证关注的主题 那自从巴黎协议以来呢 ILO也非常注重转型这个议题哦 就是从高碳排的产业跟经济发展 转型到使用更多的再生能源 以及绿色产业的发展 那这个课题的重点当然是希望要保护环境 我们希望我们看到说现在世界很多地方发生 这个极端气候洪水啊 旱灾等等 所以我们需要努力的来推动气候转型 那对ILO来讲 我们这边推动的几个重点 其实也是今天我要演讲的主题 公正转型 我们今天没有办法凭一己之力来推动转型 那也同时呢 推动转型的同时也要去衡量对劳工 对族群带来的影响 那这也是我今天要谈的几个重点 那也如主持人所言哦 我的我在这个ILO是社会金融计划的负责人 所以我们再看的是金融业如何去帮助推动ILO的目标 那ILO当然是希望推动这个劳动尊严劳动 以及提倡社会正义 那我们怎么做呢 我们会去看金融业的不同领域 那去看不同的产业怎么样为这个地方做出贡献 所以在ILO的这个社会金融计划下 我们就有这个宗旨 我们去看金融还有微型的金融机构 去看他们怎么样去推动社会正义 例如说去让实现这个普惠金融啊 让这个金融资源更普及 我们也有看这个保险业 看保险业者怎么样来跟我们合作 帮跟政府合作 另外也让这个金融资源更普及 帮助更多的族群 那达到永续发展 那也希望说投资人能够在决策的时候 去衡量他们的这个专案 对于劳工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能够创造多少的就业机会 如何透过投资来创造就业 那也提升劳动条件 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 以及我们特别关注 永续投资的这个前提下 我们就希望推广公正转型的概念 所以像是金融机构 像是银行 投资人 保险业者 其实都有重要的角色 要扮演 都能够为推动公正转型尽一份力 来确保说这个转型 能够尽量实现公正公平 这边大家可以看到的是 我们怎么去看公正转型这个概念 三个角度 那刚刚主持人也谈到说 台湾推动绿色金融的这个目标 那大家可以看到第一行 就是绿色低碳活动 那这个就是 能够发展更多的这个替代能源 来减少碳排 当然也有一些企业 他们也有一些绿色的这个要素 像是在交通 产业 那第二类呢 就是高碳排 难减排的这些活动 那在这部分 我们注重的是 尽量减少使用传统的 这个石化能源 石化燃料 那这些产业通常是 高碳排 高排放的产业 像是建设 或者是钢铁 水泥液 那交通 能源产业 有时候也属于 这一类 就是比较难减排 那这边 第一栏呢 就可以看到 有哪一些机会 哪一些机会点 那第二个呢 就是 高减排的 高碳排的 可以怎么做 那第三个就是 调试 以及建构 韧性的一些活动 那 气候变迁 它是不可逆的 所以我们必须思考 怎么样去投资 在建构 韧性 这件事情上 那例如说 就可以看到 应该要去防范风险 那保险业者 在这部分 就扮演 很重要的角色 保险业能够帮助我们 提升 这个应变的韧性 所以这个是 这个转型 融资 这整个 涵盖的要素 在下方的 这个六边形 大家可以看到 所以 有哪些公正的面向 是我们要考量的呢 当我们去纵观 这三大类 就知道 例如说 劳工权 原住民的权益 其实是一定要考量的 就是在推动 转型的过程中 必须要考量 这三类 以及 他们的权益 再来就是 社会 以及 就业 影响 所以要思考的是 技能 跟 还有在地 企业相关的 这个连结 第三个就是 技能提升 与重塑 那其实我们 数据 是非常 惊人的 在 接下来 五年 可能会有 一千亿个 新的 就业机会 在这个 绿色 产业被创造出来 所以各位 可以看到 就是在 最左边 这一类 这个绿色 绿能产业 未来会有 非常多 那大概 七万八万 个就业机会 则会消失 在哪些产业 就是在中间 这个 难减排的产业 不过 这些 不见的 这个就业机会 它不是那么容易 能够就被 第一类的 这个就业机会 来取代 因为两类的 这个技能 是不一样的 你说 矿坑工人 或是 钻油井工人 他们的 这个 能力 不一定跟 例如说 做太阳能板的 工人 能力是一样的 所以没有办法 直接去替代 所以不能说 这边有新的 就业机会出来 就可以让 原本丢掉 工作机会的 去承接 所以我们在考量 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们要去思考 比如说 这些工人 他们的技巧 技能要向上 要去提升 那同样 对于周围的 社群来说 就是这些工人 他们所在的社群 因为 有可能 他们一家大小 就是仰赖 他们虎口 或者他们是仰赖 这些比较大的公司 像是这个矿业 矿业公司 可能养活 就是一整个城市的人 那但是 未来如果像 比如说矿坑关闭 那要怎么样去 安排 这整个社区 怎么规划 那其实有很多产业 也是如此 除了矿以外 也就是 它可能是一个公司 或者一个产业 它 下面 它养活了很多家庭 那另外呢 除了土地 那还有就是这些人民的权益 我们可以去思考 像是太阳能 农场 或者是 风场 就是风电场 那也要去思考 可以取用这些店的人民 或者说这些 原来拥有这些土地的人 他能够拥有多少店 或者是怎么分配 那这也是一个 要考量的面向 那这就是在 适应的方面要思考的 所以这是 我们在看这个 公正转型 它不同的面向 不同的维度 我们要去怎么样去拆解 分析这些议题 所以可以说 我们有六大要素 我们希望在 做转型的过程 包括开创更多的 绿色经济工作机会 在不同的产业 那同时也要 维护或者保护 这些人民的未来 那就像刚刚施教授提到 我会跟大家分享 我们去年进行一个研究 那其实 把许多我们至今的经验 尤其是在金融产业方面 我们把这些经验去组合成 或者说去分析成为一个研究 那这之间 有什么样的机会 可以让金融业者 做更有效的作为 那这些研究 当然它就是像参考文献一样 它是可以旁征博引 那比如说像是这个碳 领排放等等 相关的研究都有 那我们在准备 像ILO我们准备这些研究 这些报告的时候 我们也邀请了许多金融机构 包括银行啊 或者投资公司 来跟我们分享他们的做法 那还有一些顾问公司 那不同的公司企业 那帮助我们来诠释 就是或者去解释 他们所经历的 或者我们从中 可以萃取什么样的经验 那公正转型是什么呢 其实我们也要去多思考 这个调整的过程 不只是说比如说潮上率呢 所以减掉之前的高碳 那所以这是一个调节 所以有不同的面向 要去权衡 也有许多的机会 但同时这是有的有失 所以我们必须要全观的 来思考这件事情 来思考像是银行保险业者 这些金融机构 除了能够利用现有的机会 那同时也降低可能的风险 我们其实有四个维度 我们在思考来看待这个转型 我们要如何让这个转型能够公正 那第一个我们去看 它跟某些特定团体 就是在转型过程 对某些团体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那再来是某一些区块 或者是产业 它一样 它也是哪些产业受到影响 那可能是营建啊 或者是能源产业 或者是运输 那他们受到的影响不一而足 那这也是我们要去研究思量的地方 那大家也会想到 像是可能因地质疑的一些想法 像是某些地区或者说是社区 我们刚刚讲的可能 它是仰赖当地白一个大的公司 那那个产业如果经历绿色转型 那所有这些员工或者养赖养家糊口的员工 包括供应商等等 那他们毕竟是 就是可能 养活一家的一家之主 那如果说产业转型的时候 这些不同的地区 世界各地 有时候会迎来这种地缘 地缘经济的转变 所以这时候不同的国家 不同的地区 在经历这些转型的时候 比如说刚刚讲到原住民的社区 可能就会跟其他地区不一样 这也是我们要去看的 就是因地质疑这件事情 那在金融产业 我们看的风险 那我们怎么样去负起责任来 就是让金融产业在管控风险 那负起责任 那比如说要思考 我是一个银行 或者是我是一个金融组织 金融机构 为什么我要参与其中呢 为什么 那当然就有不同的角度 像是可能是红萝卜跟这个棍子 就是比如说 又因可能是政府会有一些机会 触动 那让这些金融机构 比如说他们有些指标 或者要做一些报告 来报告他们的某些作为等等 那另一方面 比如说如果他们作为不好 那他们可能会担心商与受损 比如说被视为就是有过多碳排放的产业 所以他们也可以就是比如说争取自己的肯定啊 如果说他们做得好的话 那就是一个合规或者说一个很好的企业公民 那我觉得这里比较难拿捏的地方是 银行跟保险业者 如果他们要做领头羊 有什么好处吗 那他们如果是一马当先 会有什么好处吗 会带来正面的回馈 有正面的观感吗 因为你做第一个的时候 其实通常成本比较高 那我觉得这里就是比较难拿捏的地方 那其实我们的现况 在看像我们这些讨论的生命周期 其实多数的时候就是看大家 自愿或者说是大家做良好企业公民 这样的心来呼吁 可能银行 保险公司来做出作为 但是这种呼吁大家良心 可能一开始比较有效 但是在企业的世界 或者这种商业世界 大家看的 对于自己能够实际贡献多少 或者是贡献给大众 或者他们也要考虑 他们自己股东的权益 这是一个拉锯 那同时 如果一直以这种 我们要做企业良好公民 要大家秉持 善意伦理良心 其实它不会一直有用 不见得会带我们到对的地方 那所以中间一定会有一个转型的阶段 比如说到一个监管 或者说我们要透过法规规范 来做一个优因的平衡 让所有的金融机构 你可以说他们是共同分摊 这个责任吧 这么说 所以像现在 你可能说 好 我要开始减少我的金融 或者说是贷款 比如说对于这个 碳业或者矿场 那我要减少我的这个融资 那他们就开始 那这时候其实就会有其他的银行 他们还是愿意借钱给这个碳矿嘛 所以那当然你说对一个银行来说 他怎么样做这样子的决定 我是不是要针对某些高碳排放的产业 去减少融资吗 这其实是有压力的 所以我们来看 对金融机构 他们是有哪些法 或者说有哪些工具可以使用 那当然你可以有奖励 就是比如说 这些正面积极的转型 他可以得到奖励 那当然也要去了解 市场里面不同的区块 那他们可以让 社会就是更做好准备 去面对气候变迁 或者社会的风险 所以其实金融机构 他们可以参与 可以做的 有所作为的地方非常多 所以我们还是要回到像是 社会对话的这些基本面 那金融机构 他们可以自己做 他们的确就是金融机构 真的是要跟 比如说他们的使用者 他们自己的社群成员 去沟通 传递这样的讯息 带动转变 所以要怎么做呢 那我想一开始呢 可能要想就是从管理阶层 要有投入 要有做出承诺 那他们可能会 像是可以看到 像HSBC 汇丰 他们去年就有做 做一个宣告 比如说 他们要加入这个 公正转型的行列 他们也希望作为一个银行 能够有 起到一个 抛砖引玉的作用 那因为公正转型 这些件对的是 对他们来说 在这个讯言里面 他们也认为 这是对股东来说 是一件好的事情 那当然长期来说 你要怎么样 就是有一个 有合理的说法 那因为在现在的 商务环境之下 那当然我们会看 每季每季的报表 不容易 但是如果你可以用 比如说五年十年 这样子的结果 那这时候其实你的投资 是可以带来好处的 所以就变成 他怎么样来设定 他的报表 怎么样来说服 他的投资人 所以比如说 可能中长期的投资 那管理阶层 或者说是企业领导人 他们愿意 由高 由上往下来投入 这是一个要件 所以除了做出承诺之外 你如何把它化为 行动 比如说 像他们内部 要有一些网络 员工之间 那毕竟像是后面 这个 这是巴黎新业银行 那他们是有 七百个 他们找了 七百个相关的 这个财务专家 金融专家 那在这样子一个 内部的网络 连接这么多专家 就是永续金融的专家 他们可以互相分享经验 或者说 他们在客户身上 看到的成功 或者可以带入自己银行 来做的事情 当然也有一些挫折失败 那当然这是一个 全新的领域 那对金融机构来说 对 他也不一定是 永远都会成功 也就是他有时候 会有尝试失败的过程 在这个领域 所以有这样子的 内部的网络 其实是 让他们可以把 一个承诺 化为实际可行 行动的一个工具 那这些专家 他们也需要有工具 那怎么样 去实行 那还有说 什么样的产品 有一些元素 就是 巧妇呢 为五米之吹 所以你怎么样去 正当化 合理化 你要做的这件事情 那它是一个银行 那他们有社会影响力 或者影响他们的客户 所以要能够说服 他们的客户 对我们巴黎新银行 要做这样子的转型 那让客户愿意去支持 或者觉得 你们做这样子的转型很好 那而不是说 我今天先讲后奏 我可能做了转型之后 才去跟客户讲 不是这样子的 所以可能要有 对的产品 来说服他们的客户 让客户可以 透过这些产品来支持 包括说 可能绿色经济等等 那也许就是 再回到我前面 的头影片里面 也有提到 就是在绿色金融方面的机会 或者说是 里面也有碳排放的元素 我们要去考量 碳排放或者碳油价 那当然还有这个 韧性的要素 所以这三个要素 就我前面头影片 提到的这边 这也是就是 像是新银行 我们在看新银行 这样例子的时候 可以援引的一个架构 那再来EDF 它是一个法国的 这个电力公司 那其实他们就有一个 社会影响债券 所以他们就募集了 足够的款项 那来做一些基础建设 满足他们绿色能源的需求 那这个债券呢 就让他们在做 这些绿色能源基础建设的时候 就有预算 那也可以进行 其他一些社会计划 所以他们在讲这些 宣导这些转型的同时 他们也实际在做 所以比如说在讲 这些不同的能源来源 地地来源 那同时间他们也想到 这个公正的元素 这个要素 比如说像刚刚 我们有前面头影片 有六个六角形 像是六个小蜂巢的那一页 所以比如说对于这个风能呢 提供保险 那这个风能保险 他们做出这样的产品之后 就让一些想要投资风能的公司企业 那他们就能够更放心的去投产 就是让风电能够投产 那比如说可能遇到 像是风暴啊 闪电啊 或者水灾等等这种天灾 那造成他们的 比如说他们的涡轮 或者是善业受损的时候 那这时候就会有 比如说有修缮啊 协助 那透过这样子保险的形式 可以帮助 比如说要投资的企业 更不需要担心这种天灾 那怎么样做呢 就是在执行面 流程是怎么样 我觉得 银行那还有保险业者 我想大家要知道 他们不可能自己就是一意孤行 他们一定是 比如说要跟股东或者投资人 要有先有个良好的沟通 那他们自己的员工 或者是他们要投资产业里面的工人 比如说当这些高碳行业的工人 他们要离开这些公司的时候 就比如说这么说好了 矿坑的工人 他们失业之后 怎么样帮助他们 就是再次进修 找到事业的第二层 让他们能够去找到工作 也许是能源 或者说是类似 但总之就是要让这些失业的人 能够找到工作 这也是一个思考 那让他们 那让这些工人 他们可能就是 或者他们学会的技巧 没有办法在学新的技巧的时候 也能够让他们找到工作 那其实这对银行 还有相关的企业 也就是比如说 可能银行的客户来说 甚至政府 在这个过程 也是在思考 比如说我们在绿能转型的过程 你如何去做这个像是职能的训练 那不要让任何一个人被排除在外 所以像Barkley这个例子 他们去评估了客户的需求 那为了要满足客户需求 就跟客户一起 就是跟整个行业的 比如说有许多的经理等等 许多人一起来讨论执行 那比如说 要做保险 不只是针对上车险 那也会看说你的里程 那这也是可以让这些少开车的人 他保费降低 所以这也是一个诱因 就是创造新的诱因 那或者使用个人 就是像开车这样子的个人运输 就是个人交通工具 其实在你投保车保的时候 或者交通保险 会有不同的选择 那刚刚提到说 要跟这个利害关系人互动 那这边想要强调一下 很重要的一点 那这边可以看到右边的例子 P&C Bank 他是在这个美国披兹堡的一个银行 他们就成立一个社区顾问委员会 来跟当地的这些草根团体啊 社区居民来互动 希望说在在地发挥这个影响力 那Generali他是意大利的这个保险业 中益保险 他们就成立的这个内部的这个议和小组 跟员工来议和 了解说怎么样来推动转型 那也让劳工能够参与其中 有机会发生 那下面呢就是这个欧洲投资银行 跟西班牙桑坦德银行的例子 他们就把这个 让这个中小型企业呢 能够有资金来提升这个流动性 那这些例子很有趣的就是说 这个策略是去跟 是去议和 那对于这个金融机构 他们要自主自愿的去做 必须要去评估有什么样的影响 正面的影响 负面的影响 那要怎么样去订定决策 要怎么样去减缓负面的影响 那如果我们从监管要求的方面来看 很多金融机关都要符合监管需求 那这种跟社区跟在地的这个互动 其实就是看你有没有做嘛 你怎么知道说要跟哪些族群来互动 你要怎么证明你真的有听到了他们的心声 然后去做实践 所以这个目前还是一个很灰色的地带 他没有办法去做量性的平和 所以这边的几个例子呢 就举出就可以看到说 金融机关怎么样去跟不同的族群去议和 去倾听他们的反馈 还有意见来作为决策的考量 那最后呢 就是要衡量以及报告 那在ESG的这个 这方面其实我们已经看到 在测量衡量跟评估这部分 已经有长期的进展 但是在尤其在环境的部分 但是社会S这个部分 它跟整个过程比较有关 它需要你跟社区居民去互动 那比较难量化 所以在这部分呢 就需要更好的这个衡量工具 就是要推动公正转型的话 有哪些好的这个追踪工具 衡量工具 那绩效如何 所以这个就是我今天想要 简短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公正转型的概念 以及金融业保险业银行业 可以怎么样扮演一个角色 尽你奋力 那其实很高兴看到 越来越多的企业 愿意这个领先 当这个领头羊 去发挥更好的 这个ESG影响力 那这些都是 他们自主去推动公正转型 那我们今天谈的很多的 其实都是跟过程有关 所以在这部分 监管要去怎么规范就比较难 也很难量化 所以这部分还要花一点时间 那我今天就简单分享到这边 那有任何问题都欢迎提出 也很期待后续的讨论 谢谢 那我们谢谢 Churchill先生 跟我们的分享 那我现在就用中文 那你应该可以透过耳机 听到及时的这个英文翻译 我们很谢谢这个刚刚 Craig Churchill 所提的一个简报 其实我想我们下面有很多的 audience 都是金融部门的 那我们可以很清楚的从他的报告当中 看到说就金融部门来讲 公正转型 感觉好像是一个新的议题 但是他从这个整个有必要把它纳入的一个 rationale 然后再来就有一点这个所谓的step by step的一个步骤 而且很重要的是说他已经提供了很多 这个各国有一些银行已经开始把这个概念融入 而且他也其实跟我们国内蛮熟悉 而且我们国内的金融部门已经做得很好的永续转型 很接近很类似 所以我们今天两个这个很棒的语谈人 一位是这个台北富邦的郭总经理 那他要跟我们share 因为台北富邦其实国内在金融机构里面 是这个永续转型金融转型做得很好的模范生 我们这个公部门发的第一档的永续在台北市的 其实就是富邦在协助 那我们等一下会请这个郭总经理 从永续转型的角度来去echo 我们刚刚这个Craig Churchill在报告的一些 其实跟公正转型还可以蛮有symmetrical的一个呼应 那我们另外一位的语谈人是金融研训院的这个林世杰林老师 那林博士其实这个协助金融研训院 在不管做教育训练或者是永续金融的评鉴上面 都有很重要的贡献 那今天他的presentation一个语谈也是会比较呼应到 这个我们关键战略里面的绿色金融跟公正转型的一个连结 那我们是不是就时间分别交给我们两位语谈人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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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